大家好,感谢您观看韩媒频道,我是韩媒,我是加拿大的韩媒 今天呢,我这个视频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三个录音 我在我的视频18288号和18289号这两个视频当中呢 我分别讲述了周立波发微博再次披上战袍要跟某某决战 今天我给大家公布三段录音 这三段录音揭开了周立波这次重新披上战袍我的三个疑点 第一个就是他提到的燕军做死做活是怎么回事 第二个他提到了说为了捍卫我太太尊严,为了捍卫我女儿的尊严 我当时就提到捍卫女儿的尊严,没有人提女儿啊 燕军从来没有提女儿啊 这个长微博的最后一段他又提到了说 我本来已经是不做回应了 但是你把戏越唱越离谱 当时我就说这是怎么回事啊 就是这三点呢很让人迷惑 很让人迷惑 我就觉得难道说他们私底下有交战吗 果真他们私底下有交战呀 现在呢请听他的第一段录音 大家好 我是三毛的哥哥 今天是2018年7月26号上午 现在我与大家一起分析 周立波瓷枪长夺案 虽然现在网上的讨论很多 从最开始的一地鸡毛的狗血剧 慢慢演变成了错重复杂的谍中剧 里面又有科技间谍 又有FBI等等 最后又有人把它演成了 演化成了爱恨交加的群调剧 对此 有些方面我有不同的看法 首先 我与大家一起分析 整个案件是怎么回事 局面的 王志安先生 采访了某某 我认为某某讲的话 基本上是对的 但是 有些方面我不同意 比方说 某某先生说 整个事件是 胡杰一首导演的 这一点 我既同意 又不同意 不同意 是因为这个事件 也就是长枪 长夺 此乡 与胡杰无关 胡杰没有这个时间 也没有这个空间 来做这个事 第二个 他也没有必要这么做 为什么到底 因为这样做的 对他没有好处 将来胡杰会不会 涉及陷害周立波 以获得最大的利益 我不做任何评论 但就目前的情况来说 周立波 至少不出事情 比出事情 对胡杰更有利 只要不出事情 就是一棵摇钱树 出了事情 冒的风险是比较大 所以说 某某先生的讲话 给大家一种误导 好像整个这个持枪 长短是胡杰一首导演的 这一点呢 我觉得要加以说清楚 但是我为什么又说 我同意他的某些说法 整个世界又是胡杰一首导演的 应该这么说 当这件事情发生以后 怎么来圆这个事 后面的整个剧情怎么发展 演员怎么参与 每一个人的分工 等等 确实是胡杰一首导演的 因此 当持枪 长短发生以后 胡杰成了 总导演 总 编辑 有时候也 客串一下 鱼一脚 这是 要讲的一个事 那么整个的一个过程 我理了一下 我觉得比较合理的解释 是这样的 先讲枪的问题 枪是周立波 在某某先生家 把完以后 偷偷带走的 那么网上呢 也有朋友说 这个不是周立波带走的 是某某同意 让他拿走的 我认为 不是这么回事 一个很简单的细节 就可以说明问题 如果是某某 同意周立波 先借回去 用几天再还回来 因为周立波 没有持枪 是不可以拥有这把枪 那么 这把枪 他对他们两个人来说 你周立波拿走这把枪 是公开的 是没有什么秘密的 很震荡的 枪应该在枪套里 不应该枪套和枪分开 这一点 大家应该想清楚 如果这一点 不注意说明问题的话 另外一点 更能说明问题 为什么这把枪 子弹 是上膛的 你想想看 你想想看 作为一个朋友 他把枪 借给另外一个朋友 晚几天 让他带走的路上 是不可能 事先把枪 子弹上他 这是很危险的 只有一种情况下 可能发生这个情况 也就是 拿枪的时候 不想惊动任何人 悄悄地把枪拿走 所以这是 我对这个枪的看法 那么这个毒是怎么回事呢 我个人认为 百分之六十的概念 这个毒品 是周立波 以来的 也就是周立波的第一反应是对的 这个毒不是他的 是他以来的 只有百分之三十的概念 是有可能是周立波的 当这件事情发生以后 胡杰女士的第一反应就是 她知道这个毒是他以来的 不是周立波的 在女儿和周立波之间 她当时必须要做出一个选择 到底是选择女儿 还是选择周立波 她的天秤是倾向于女儿的 这不仅仅是因为 女儿在她心目中的地位更重 而且一个小孩吧 虽然年龄也不算太小了 如果说有这件事 对小孩影响是比较大的 那么她觉得 就其审害性来讲 让周立波去顶 或者说成是 别人给周立波的 会更好一点 也就是这时候她是旧女兴器 因此她会跟唐上说 这个东西是一个新范的经纪演员 给周立波的 新范的经纪演员 以前也许给过周立波 这个毒品 但是这两小袋毒品 未必是这个新范的演员给她 这是第二个大的事情 那么第三个事情就是 周立波这个车 蛇行 这是肯定的 被警察发现 后面演变了一系列事情以后 某某先生 我个人认为啊 现在有人说她是对周立波 有一种特殊的情感等等 我不想往这个方面去考虑 当然这也是一种可能 但我更认为 她觉得你周立波 相互之间谈得比较投机 另外呢 你是到我家里来以后 最后不管这把枪是怎么出去了 总之是跟我们家有关系的 那么再加上这个人的性格 又比较仗义 像这种性格的人 我见过 而且见过不止一个 有时候真的会为别人背黑锅 我以前也经历过这个事 我也帮别人背过黑锅 当然那个黑锅不是那么严重的黑锅 就有时候会觉得很委屈 或者别人对你误解 但是没有办法 那么有的人就说 他跟你到底什么关系 你要甘心情愿为他背黑锅 其实人跟人之间 有时候就是一个眼神 一个动作 一句话 也未必像大家想的 一定就是要有那种男女之情 或者 同性恋之情 未必 我承认这种情况 但是也有的就是兄弟之间 就是觉得投缘 然后你做了什么事 我觉得这个事情 可能我来承担 说遭受的罪 比你要遭的罪小 那么 是有这样的人 会轻声哀出的 但是问题 恰恰就错在这里 为什么这么说呢 某某先生 愿意把责任都拦在自己身上 一方面 郑重 胡杰 女士的下怀 另外一方面 又让胡杰 女士产生了 非常大的怀疑 什么怀疑呢 他认为 是这位某某先生 在陷害周六波 什么叫陷害周六波呢 实际上胡杰 后来也知道的 这个枪是周六波 头的 他们认为周六波 离开某某先生家以后 某某先生 立刻发现了 枪不见了 因此 胡杰认为 某某先生 马上报警了 打了电话 实际上这个事情 没有发生 但是胡杰会这么想 以至于警察 跟踪 周六波 然后南车 所以 他们认为 所谓的某某 陷害周六波 并不是大家所理解的 是某某把夺 把枪藏在包里面 这一点 其实他们两夫妻心里是非常清楚的 他们认为的某某陷害 是因为某某大包大难 对胡杰这样心态的人来说 他是不可理解的 他认为你一定心中有鬼 那么 比较大的可能性 就是你报警了 但这个话又不能这么说 这一说就是变成 承认 周六波 偷强 而且能有一个什么问题啊 一旦他认为你 在陷害他 你报警也是陷害 他会把这个事情 无限放大 就像以前 古文里面说的 你家里的虎头丢了 你怀疑是跟别邻居偷的 你越看越像 越看越像 那么这个社会中 有些人 由于自身的经历 他对帮助他的人 会有很多怀疑 而且那种怀疑 是非常奇怪的 甚至是 你无法想象的 我以前遇到过 被别人无当怀疑 明明是在帮助别人 但是被别人怀疑的 最后你自己都昏过去 我一开始都不知道 等到我那个怀疑我的朋友 后来他自己明白 怎么回事以后 他给我写了封信 告诉了我 他当初的想法 我看了些 我傻掉了 怎么会有这种事 当时我今天就不展开先了 所以整个的一个事情 就是这样 然后呢 胡杰他很明白 对周立波来说 最关键的是 必须要完全徒罪 也就是必须强调 枪和夺品 跟周立波都毫无关系 因此一开始周立波就说了 枪是合法的 毒品不是我的 这个说的是真话 因此整个剧本 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它是随着冷卧的 参与与不参与 有的是拒绝参与 事情的发展 加以改变的 按照胡杰的想法 就是必须要非常清楚的 为周立波脱罪 那么某某先生 既然愿意大包大难 那就顺遂退走 就让他顶雷 但是从法律上讲 同车的 以及当时在一个窝子里面 一起吃饭 玩的能力 要有一个人做正人 那么这个人 当然只能是唐爽 但是唐爽没有同意 既然没有同意 这个方案就行不通 就很麻烦 那么整个试探 就在这个错终复杂的情况下 在不停地演变 演变到最后 当然三任历史以后 这个事情有了转机 朝着对周立波他们 相对比较有利的方向发展 但是并没有达到最理想的状态 最理想的状态不是说你这一次撤销 对你的这个上述就完结了 在老百姓 在中国相当一些部门的心目中 周立波是不是持枪 长途之人 这个答案 这个答案还没有完全从人们心中消除掉 因此周立波要想重新上舞台 重新赚钱 必须把这个事情要撇得非常清楚 他们利用了舆论的不对称 信息的不对称 想造成舆论先行的强力攻势 只是没想到 只是没想到唐爽出来说话 更没想到局面的栏目主到了美国 采访了一系列的物 这样一来 这个事情就完全跟他们所开始设想的不一样 因此 唯有投降 所谓投降 设想也不叫投降 就是停战 然后转移政线 也就是说 把这件事情再转到什么 他要控诉一个谈官 就转移大家的视线 一开始说唐爽是什么美国的什么什么那个 实际上就挑起老百姓的一种民族的一种仇恨 唐爽也证明他并不是他们所说的那样 他拿的依然是中国护照 对吧 有没有拿美国内议可能是另外一回事 就是拿的也很正常嘛 你干嘛要那样呢 你自己不也在办 或者你已经办了 这个爱不爱国没有关系 你周立波一方面高喊 爱国 中国好 另外一方面 你自己在干什么 你太太在干什么 你们不在办理名吗 一方面 你这次能够脱罪 恰恰是美国施法的公正 一转身 然后就恶夺攻击美国的施法 哪有这样的道理呢 所以从这点来讲 做的有点差距 至于那个胡锦女士的为人等等 这个呢 我觉得不是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问题 对于胡锦女士的以前的一些事情 我是清楚的 或者说我的那些朋友是很清楚的 这个以后有机会再说 谢谢大家 好 现在呢第一段录音就放完了 大家听出来了吗 上来一听 你觉得这个声音是谁呢 你一定和我一样 听着觉得这个声音就是某某吧 但是呢 他自我介绍 他不是某某 他是自称是一个叫三毛的哥哥的一个网友 但是呢 从他的声音 从他的口气 从他的口音 从他的高音 从他的低音 高音低音的转换 从他的起音 从他的录音 从他声音 全方位来看 他就是某某啊 他就是某某 他现在呢 不声不响的 发了三个录音 发了三个录音 说关于这件事 那他第一个 这第一个录音里面 刚才大家听了 他说的呢 我觉得他这个三个录音啊 就是他对他接受采访的一个 有澄清 有补充 有确认 他基本上是呢 进行了这么三方面的内容 他觉得呢 接受王志安的采访呢 意犹未尽 这第一个视频呢 他第一方面 他就是确认了 这个枪呢 就是周立波偷的 第二方面呢 内容呢 他是一个补充 他补充了 这个毒呢 就是这个周立波的女儿的 他说60%是他女儿的 30%是周立波的 不知道那10%是什么 他的这个分析呢 基本上跟我的分析呢 是一致的 我分析呢 这个毒呢 就是周立波的女儿的 是这个胡杰的女儿的 我从几个方面 进行了分析 如果大家有兴趣呢 可以把我的这个视频 都看一看 我在很多地方 都几个视频里面 都进行了分析 我在以后的视频里面 还有可能再进行一下总结 就说胡杰啊 说他是陷害 说某某是陷害 是从哪方面陷害的 他澄清了一下这个问题 并不是说 就是说这个 他某某是把什么枪毒放到他的那个 把枪放到他的包里 而是呢 他认为他陷害呢 是因为他知道这个枪是周立波偷的 他认为呢 是某某发现是偷了之后呢 按常理肯定是某某给打了 给警察打了电话的 所以他们才会去追上周立波 他是这么一个 但是呢 这个呢 又不能跟公众说 因为跟公众说呢 就等于承认了周立波是偷强 他们私下商量的过程当中呢 某某愿意顶罪 所以他就顺水推舟 就让这个某某顶罪 想让这个唐爽作证的时候呢 唐爽就不同意 他还说了就是法官判决之后呢 他们认为这不是一个理想的结果 他们不想要这个结果 他们想把这个毒呢 全部都摘清楚 所以呢 他回了国以后呢 他觉得他这样 别人都是不能出面 不能说话的 然后呢 他就肆无忌惮的 想利用这个信息不对称 舆论不对称 然后呢 把这个事呢就给他了了 但是没想到呢 唐爽 唐爽站出来了 在第一部分的结尾部分呢 他还说了 他说他对胡杰这个人呢 是非常了解的 是非常清楚 非常了解的 从他的这个内容上来看呢 这个 这个做 这个三毛的哥哥呢 就是某某 好 现在呢 我再给大家放第二段录音 大家好 我是三毛的哥哥 今天是美东时间 2018年7月27号的晚上 前两天 我与大家一起探讨了周六波案的第一部分 今天与大家一起谈一谈 第二部分的内容 我与这几个人都毫无关系 比方说 唐爽 某某 周六波 周六波的夫人 胡杰 以及摸达律师 对他们之间的 很多问题 我也只是根据 网络上的 他们的 各自接受采访时候的 谈话 依旧我对事物的分析所得 不一定正确 仅仅供大家参考 实际上这个事件里面 除了周六波 胡杰 唐爽 某某先生 木虎这五个人以外 应该还要加上 一直到现在没有出面的 周六波 胡杰的 女儿 应该是六个人 整个事件就是这六个人 所组成的 那么这六个人里面 我们怎么来看待呢 我给大家先描述一下 胡金女士 在我看来 是一位一流的导演 爱流的编辑 三流的演员 周六波 是一位表演艺术 非常出众的演员 但是呢 由于这个台词 还不太熟悉 或者说 时间比较短 课程的长次比较多 因此 在整个的表演过程中 除了个别的话 说的是真话以外 其他都是按照剧本来演出的 那么在演出过程中 有些地方前后有矛盾 唐爽 基本上 他说的话 是真实的 也是可信的 但是唐商有一个问题 有些事情 他到今天为止 也不知道 他不知道真相 所以他知道的东西 他说的 我们应该是可信的 某某先生 已经说出来的话里面 80%到90%呢 应该是真实的 另外有10%到20% 有些水分 或者有些误导 但是 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 有些问题 他知道的 他没说 没说 有的是不方便说 有的是故意不说 他跟唐爽不一样 唐爽是真不知道 他是知道了 不说 那模糊的情况 我不知道 因为我还没有 看到 王志安先生 对莫虎的采访的 任何视频 所以无法做出 进一步的判断 那么这几个人之间的关系 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 前面我说过 胡杰和周立波 周立波是一个 非常好的演员 按照基本的演出 总体是成功的 但是有些地方 有矛盾 胡杰呢 就是导演水平很高 编剧水平 爱流 演技 散流 周立波曾经说过 唐爽将会从一个鞋子 成为一个棋子 最后成为一个弃子 应该讲在周立波夫妇的整个导演的这场闹剧当中 他们确实对唐爽是按照这个程序来处理的 也是按照这个角色来安排的 那么在某某先生呢 但也同样对唐爽是鞋子 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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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正好反过来 也就是说 某某某某先生 对唐爽的认识 或者说对唐爽的态度 从棋子慢慢演变成棋子 然后最后呢 唐爽在他心目中 是一个科学家 是一个学子 那么在唐爽的心目中 某某先生是一个好人 是一个非常仗义的好人 这个对不对 应该讲 后期确实是这样 确实是这样 但是唐爽所不知道的是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 某某先生把唐爽是当做一个棋子 在考虑整个一个边的 他们共同参与的一个方案里面 在某某先生看来 对莫虎的想法 也经历了不同的 角色的转换 一开始他对莫虎很不满 觉得这么一点小事情都搞不定 还要这样那样 到后来发生了很多事情 他也知道这么回事 那么我现在就把整个故事的来龙去慢 在第一部分的基础上 给大家重新的讲解一遍 我现在讲的肯定是新的东西 首先在第一部分里面 我跟大家讲得很清楚了 周立波拿了某某先生的枪 在送唐爽回家的路上 由于蛇行被警察拦下 也就是说发生了一个意外 这件事情暴露出来了 那么夺品是周立波女儿的概念更大 当胡锦女士 知道这件事情以后 因为她从幕府那边肯定知道 周立波打电话给律师 当时实际上是可以 比较快地把周立波或者唐爽保释出来 但是剧情已经拉开了 胡锦女士知道 这个毒不是周立波的 是她女儿的 而且周立波现在也基本上不吸毒 或者就是吸毒的话 吸毒量也不是 因此她要保释 是怎么避免女儿受到影响 这是她一瞬间最开始必须要考虑的这个问题 那么 怎么办 她首先要洗脱 周立波 没有吸毒 因此在这个时间差上 就有影响了 她也知道周立波确实没有吸毒 但是怎么让公众相信周立波没吸毒 这就是他们保释周立波 不是在出事以后的第二天 这个主要原因就在这里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周立波与唐爽分开 时间差来保释 也是胡杰的一段用意 作为周立波所要聘请的律师 莫乎肯定是要听从 周立波太太的意见 也就是想一切办法 要为周立波 撇清与毒品与枪支的关系 那么 胡杰当时提出的想法是什么 这个夺品不是周立波的 一定要把这个问题 让大家去理解 这也就是造成了周立波走出警察局的时候说的话 枪是合法是合法的 同时有关人员也配合 说这个车上还有另外的人 当然这个另外的人现在还在警察局或者看守所里 周先生出来了 那个人没有出来 那么这个意味着 毒品可能就是那个人的 因为枪是合法的吧 那就是另外一个不合法的 当时大家的信息就是叫不对称 这是最开始的剧情 那么作为例子来说 他应该明白 如果说这个毒品是唐爽的 那么唐爽的来说明这个事情 或者说唐爽愿意为某人顶 因此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时间的问题 当胡杰和墨虎把周立波接出来以后 他们来到了某某先生家 然后某某先生和周立波在商讨 这时候呢就在唐爽不在场的情况下 他们就提出了一个方案 什么方案呢 某某的意思 枪是我的 是我无意中放到了周先生的包里 放到车上 毒品是谁的呢 是唐爽的 这个说的是什么意思 是在研究剧本 因此周立波胡杰放出论音里面 某某人说毒品是唐爽的 这个确实是某某说的 但是某某不是作为肯定剧来说这个话 而是在大家讨论剧本的时候 在设置剧情的时候 说了这个话 他们当时就录音了 最后呈现给公众呢 是里面的一句话或者一道话 如果要按照这个剧情演出的话 一定要有唐爽的配合 所以有人就不明白 如果某某先生大包大懒 完全大包大懒 说枪也是他的 毒品也是他的 那跟唐爽没有任何关系 唐爽也不需要去作证 因为唐爽本身就有时差 心里糊涂在睡觉 只要周立波指证 这个东西是某某先生的 某某人也承认 这个是我的 那就够了 法律上也可以的嘛 但他们当时的想法是 某某先生 揽下枪支的问题 唐爽去顶 毒品的问题 而且 周立波夫妇跟唐爽说的意思 实际上应该是表达了 这个毒品 可能是原来的 这也就是 为什么唐爽在后来 接受采访的时候 拿出他的女朋友 是一个白人的照片 的原因 有的朋友可能看到以后 哎呀 唐爽这个人虚荣性很强 还故意说他的女朋友 是一个白人 怎么怎么 大家可能没有理解 唐爽的意思 也就是说 在劝说 唐爽顶雷的过程中 周立波 胡杰夫妇 是打了情感派的 但是唐爽没有答应 唐爽不答应的话 周立时 莫胡 就知道这个问题 比较严重 不可能说按照这个剧本演了 因为周立时 你可以装糊涂 你不知道 但是如果唐爽 不接受这个做法的话 那么这个剧本 就很难演出去 不好演 至于说 唐爽说 他没有看见 或者他不知道 某某先生给莫胡 献金 这个是真的 因为唐爽不知道 他们是在唐爽 不在场的情况下 当时设计了第一套剧本的时候 把钱和酒 让某某先生出面给了莫胡 但是因为后来 唐爽拒绝 他们把唐爽接回去以后 唐爽拒绝了这个剧本 来演出的话 是叫莫胡 后来想了一想 这个事情干不了 不能干 也就是有了所谓的 退以前的问题 因此 大家可以看到 在一开始 对某某某来说 是把唐爽当做一个弃子 也就是抛弃唐爽 让唐爽去顶对 他也是同意的 所以他的录音是 有的 但这个录音不是作为一个事实陈述 他告诉大家 唐爽是 这个多是唐爽 不是 这个录音是什么 是他们在讨论剧本的时候 他说的这一段话 唐爽不知道前面还有这么回事 然后随着事态的发展 胡杰女士又兴盛一起 让某某给唐爽在成都买一套房 这个买一套房的目的是什么呢 能够稳住唐爽 还是希望唐爽能够出来作证 但是唐爽没有接受 一方面我们可以认为 唐爽这个人在国外受的教育 可以说是巨辐射永不渣 另外一方面 我想更重要的是恐惧 有时候恐惧是最大的力量 他对美国法律是知道的 一旦作伪证 对他这样一个年轻的科学家来说 意味着什么 所以他拒绝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剧本 第一套剧本就无法演出了 无法演出的话 某某先生提出了 要不夺评和强制 多说是他的 那么剧情的翻载 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了 我第一部分里面讲到 正因为他的这种大包大蓝 反而让胡杰产生了怀疑 你为什么要这样大包大蓝 你一定是有内疚感 或者你做了什么 对不起我们的事 因此怀疑是他打了电话给警察局 所以警察 非常明确的来查这个车 他们是这么想的 当然这个事情是没有 而唐爽在整个过程中 他没有出庭 唐爽说过这句话 我没有出庭 本身就是 对周先生的一种 保护 这个话大家仔细品味一下 其实意思很明确 为什么爱玲一七年 五月份的时候 某某先生会给周立波夫妇 写那封信 信中最后警告他们 不要陷害堂上 实际上这时候 随着于唐爽的基础了解 他对唐爽 在他心目中 一开始的一个弃子 到最后想让唐爽一起参与 变成一个棋子 到最后尊重 感觉唐爽是个人才 因此唐爽在他心目中 成了一个学子 他后来欣赏唐爽 也是真实 那么唐爽因为 不知道之前 最开始的一段经历 所以唐爽认为 某某先生是一个好人 是一个肯为朋友 两肋插刀 非常仗义的人 这个过程就是这样的 但是作为周立波夫妇来说 虽然后面的官司 检察院 检方不在上述 是否好像这个官司 完结了 但是如何在中国 让大家 消除 它涉及到毒 涉及到枪支的问题 他必须要彻底洗白自己 那么 最好的办法 就是说枪也不是他的 毒品也不是他的 是有人要陷害他 这就发生了后面的 一期的问题 今天我就给大家 分析到这里 过两天 我给大家讲第三部分 谢谢大家 好 第二部分呢 第二段录音呢 我也给大家放完了 大家也听完了 然后你听完了这个以后呢 你是不是 是觉得这个叙述者三毛的哥哥 就是某某呢 还是不像某某呢 他有一些话的那个表述呢 在以前他接受采访的时候呢 他也说过 然后就非常的相似 他呢 在说到他自己的时候呢 他说他80%到90% 是真实的 10%到20%的 有水分和误导 这个呢 有可能会 这个本身呢 会有可能误导 这个观众 观众会觉得 作为一个人 能黑自己吗 这就是这个某某 他高明的地方啊 他这个人 很有手腕 欲擒故纵 他我在那个 昨天的视频里面说了 他很能摸住 大众的这个卖门 命门 很能摸住 然后他还说了 他在那个采访过程当中呢 什么知道的 没说 有些不方便说 有些故意不说 这是一些解释 然后他在第二段录音里面呢 我觉得他主要是在解释 他对唐爽的这个过程 我觉得他就是在笼络唐爽 他在笼络唐爽 极力的他在解释 给唐爽听啊 他这第二段 他在解释 他那个录音里面 说独是唐爽的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我记得那个 胡杰在放那个录音的时候呢 他说独是唐爽的这段录音 是22号的时候录的 可是呢 这个三毛的哥哥 在这里面 他就说是20号当天 他们周立波出来的时候呢 唐爽还没出来 周立波出来了 然后他们在一块研究 这个第一个剧本的时候说的 这里面时间就有一点问题了 周立波呢 说是22日 那他是想放这么一个 放一个烟幕弹吗 被这个某某下了一个套吗 那他如果说是那个20号 20号录的那个音的话呢 那就说明呢 这个这个三毛的哥哥呢 他根本就是某某本人 再是关于他就是保释那个经过呢 他对保释不了解 他现在呢 他对保释那段经过 他的理解呢 跟他接受采访的时候呢 那个是吻合的 他对保释不了解 那个保释的时间呢 早就安排好了 并不取决于胡杰 决定少收办理保释 他说第二天没保释 推迟到第三天 是胡杰的安排 这个没有道理的 这纯属是他自己的那个乱理解的 这就说明呢 他这个三毛的哥哥呢 就是某某本人 好 就是关于这个第二段 第二段录音 接着给您放第三段录音 大家好 我是三毛的哥哥 现在是美东时间 2018年7月29号 下午1点17分 今天我们继续深度探秘 周围报案 今天谈的是第三部分 也是最后一个部分 前两部分 我已经向大家明确表达了我的观点 包括我对整个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每个人物所扮演的角色等等 做了自己独特的分析 我再一次声明 我所有的分析是基于 媒体对受访人的采访 加以分析而来的 我们仅仅是作为一种分析 不作为一种法律上的推断 所以也不需要有人拿此来跟我 抬杠 或者 提升到法律层面上 告我诽谤啊 告我什么 我没有诽谤任何人 我只是依据我所得到的零碎的信息 加以综合整理以后 进行逻辑分析 进行一些情理上的推演 得错的结论 对与不对 都无所谓 关键什么 给大家一个启发 错了 说一声对不起 改 对了 也没什么可以沾沾自喜的 现在我再把前两期的结论 明确的告诉大家 我的结论就是 枪是周立波拿的 这个拿是带双银号的拿 毒品 60%的概率是周立波 胡杰原的 30%的概率 是周立波的 也就是说 我倾向于认为 枪是周立波拿的 毒品是周立波 你来的 这就是我的结论 人卧之间的关系 为什么会发生到 今天这个地步 我之前也说过了 整个的剧情的过程 大家把它演绎成什么 从刚开始的 一地鸡毛色的狗血剧 演变成了 错终复杂的 敌战剧 或者叫剧中绝 最后又变成什么 爱恨交加的 群摇舍的 爱情剧 我个人是不太同意 所谓的第三部分 我认为 我认为某某先生 和周立波 不是不存在 那种所谓 断背 的情况 但这种概率很低 我还是认为什么 是一种兄弟之间的 一种情谊 而且我相信 周立波和任何人 在刚开始结束的时候 他给人感觉是什么 幽默机智 讲义气 大家都愿意 跟他成为兄弟 当然 对他的威力 我不太欣赏 也就是周立波这个人 随着你跟他 接触时间的 长了以后 他没有老朋友 他只有新朋友 整个剧情 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就现在大家的分析 很多朋友 都好像这个本子 早就写完了 然后呢 按照这个本子 大家演出 这个结论是错的 整个的剧情 是这个编剧 一边编写 一边演出 一边勾思 剧情 剧本 演员的角色 随着 时间的退役 实际上是 发生了一些变化 之前我也说的 很清楚了 刚开始出事的时候 胡杰马上 得出一个结论 枪 有可能是周立波 拿了 毒品 是他女来的 所以他们敢 不马上 保射周立波 如果周立波 真是一个吸毒 或者真的是 每过四五十分钟 就要去吸一次毒的人 那么在 警察局 待不了 两天 那人会难受死了 而且 走出警察局的时候 不是这个神态 不是这样的精神状态 和身体状态 而为什么把它延迟时间 目的是让媒体看到 周立波 不是一个 吸毒的人 或者是一个 有相当吸毒死的人 实际上 胡杰是一个 非常有心机的人 很多录音 都是真的 包括周立波 放生了六段 六段录音也好 五段录音也好 每一段都是真的 我讲得很清楚 就是真的 某某否认是不对的 但是 录音是真的 你们讲的话 要有背景 我们说叫 Background 实际上 如果同样 这句话 语境不一样 背景不一样 就完全不是 这么回事 比方说 某某说 枪是我放的 毒品是唐爽的 大家一听 你看 某某说的很清楚吧 枪是他的 毒品是 唐爽的 胡杰就用 这个录音来证明 实际上 我已经分析过了 某某为什么 说这个话 是刚开始 在设计 剧本的时候 胡杰设计了 这个剧本 某某则是 复述了一下 所要扮演的角色 就好像大家 在讨论剧本 那个枪 是我的 是我放的 那个毒品吗 是唐爽的 大家看这样行不行啊 可能后面还有一句 大家看行不行啊 或者 是不是这么一个意思 这些东西都给抹掉了 那就变成什么 把一个讨论的东西 变成了一个结论 这就是胡杰的 厉害所战 我已经跟大家说了 唐爽到今天为止 如果他还没有看过我的节目 他肯定不知道 在他还在警察局的时候 有的已经设计了一套剧情 这套剧情里面 就是让唐爽来顶多品的罪 唐爽不知道 唐爽后来所看到的什么 因为他不愿意顶嘛 他认为这个 要他顶是 周立波胡杰 两夫妻要他顶 他没有知道 某某先生也参与了一起讨论 所以唐爽 见到某某先生大包大揽 因为最后唐爽不愿意顶啊 那某某先生意思就是 要不枪是我的 夺品也算我的吧 这个反正也不就是相当于管制药品吧 无所谓的量也不大 也就是几天吧 劳动 义务劳动 唐爽觉得这个人是一个 非常仗义的人 所以唐爽到今天为止都认为 某某先生是相当不错的 当然某某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啊 那么某某呢 在跟唐爽的接触过程中 也发现 唐爽是不错的 很仗义 所以一开始 唐爽在某某的心目中 是一个弃子 我说的很清楚 是弃子 周立波胡杰夫妇 把唐爽从一个邪子 就是习生的学 学者的学 学子到棋子 就是被人利用的棋子 到最后到弃子 对某某学者来做话相反 是从弃子到棋子到弃子 就刚开始的时候 在选择周立波与唐爽 这两个人之间 他肯定选择周立波的 他跟周立波关系更亲近吧 唐爽算什么呢 他跟唐爽没有任何交情啊 唐爽只不过是周立波 带过来的一个朋友而已 所以对某某来说 选择周立波 抛弃唐爽是很正常的 但随着时间的退役 他看到了唐爽的一些 比较好的品质 而且我相信 唐爽不接受房子 也是真的 所以某某作为一个商人 他就觉得唐爽这个人不错 我相信他也跟周立波 夫妇说了 这个事情把唐爽脾情 跟唐爽没关系 我来点 所以他后来会有写一封信 就是你们不要害唐爽 去警告你们 两夫妻不要害唐爽 为什么道理 因为做生意的人 有个特点 如果这个事情 大家说定了以后 我们必须要守信用 有些人可能觉得 生意来根本不守信用 错 如果一个生意 能够做到比较大的人 他一定是非常守信用的人 也就是说话要算数的 他最恨的 就是说话不算数的人 所以我认为某某先生 最后对胡杰 周立波夫妇有意见 跟他们陷害唐爽 是有关系的 有人说他是不是 为唐爽抱不平啊 他没那么好 不是他好不好 而是他觉得你们 在这件事情上 做得太过分了 我们既然已经说定了 跟唐爽没关系 你们就不应该 再把唐爽扯进来 这个是关键 另外一个 某某 之所以后来会 非常发火 生气 是因为什么呢 之前跟周立波 胡姐夫妇说清楚的 这个事情我来帮你顶 但是呢 我这个人不愿意露面 你怎么说我都可以 但是不要暴露我的 信息 隐私 由于这个戏 没办法演下去了 周立波 胡姐夫妇 把某某给曝光了 这个一破光 那就麻烦了 普通话应该都破光啊 但是大家 更多的人可能听起来 还是喜欢听曝光 那就曝光吧 那么某某先生是非常恼火 你怎么可以这样做 如果周立波 胡姐始终是以某某来 称呼的话 我相信 某某先生不会站出来 他也没有必要站出来 所以他现在站出来 甚至于他表态 要起诉周立波 胡姐都是在情理之中 这个戏是周立波 胡姐演砸了 没有设计的太到位 包括唐爽 你不去说唐爽 拿了人家的三万钱 三万块钱的话 唐爽是不会站出来的 唐爽本身不出庭 已经在帮你的忙了 但是周立波 胡姐夫妇 太给予洗清自己 给予求成 而这种给予求成 甚至于认为 我到了中国 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你们不对称 你们没有办法 实际上他们是把别人 什么逼急了 按照英文说起来 就硬到矿了 把人给逼到角落里面了 那你自己倒霉啊 他不能这样做的 所以我说过 胡姐是一流的导演 爱流的编剧 三流的演员 周立波是一个非常高手的演员 但是因为 这个基本不太熟悉 而且在敢尝试 在短的时间里面要 好多尝试 串场 所以仔细分析一下周立波的 很多地方的说法是不统一的 我不想一一指出来 大家一看就能明白 在整个分析过程中 有些朋友呢 就是分析了莫虎啊 分析了某某 分析了唐爽 分析了胡杰 分析了周立波 就是五个演员 实际上呢 大家露了一个最重要 也不能说最重要 就是说非常重要的演员 一个没有露面 还没有出场的演员 胡杰的女儿 独是她的 这里我再一次强调 独是胡杰女儿的 枪是周立波拿的 讲白一点 就是周立波偷的 这个就是结论 整个的故事情节 我想我已经给大家 绩晓得非常清楚了 人卧关系 心理特征 也给大家做了一些分析 莫虎的情况 我今天就不多介绍了 因为一个他没有接受采访 第二个呢 我前两期里面也提到了 莫虎为什么收了这个钱 最后又把钱给退了 为什么某某先生 一开始对莫虎不满 他觉得这么一点小开始 怎么搞不定呢 拖那么长时间干什么 你这个律师怎么干呢 这个都是很正常的流露 也是真实的 因为他不知道 实际上胡杰和莫虎 已经商量过了 实际上他们是有意的 玩 保释 周立波和唐爽 这里面是 非常厉害的角色了 推迟保释 让媒体 来 采访 这个所谓采访也就是 见个面了 让媒体作证 所以你看现在 有人不是说吗 周立波如果吸毒的话 他从警察局出来 他会这个样子吗 这个东西都是在我的预料之中 那么 唐爽玩几个小时 也是这个目的 这样的话 你看 枪是合法的 律师是合法的 我是合法的 我的老婆是合法的 强调的是枪是合法的 对吧 好 现在我周立波出来 唐爽还在里面 那大家想想想 这个多瓶是谁的 所以 人心险恶 对周立波呢 我这么说 他的演艺 演出水平 我是非常欣赏的 机智幽默 反应非常灵敏 但是周立波的人品怎么样 那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不在这里 做过多的解读 谢谢大家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 这个视频的话 包括前面的深度 探灭 自立波案一和二 那么欢迎大家转发 点赞 点赞 谢谢大家 好 第三段呢 录音我也给大家放网了 从这个第三段的录音上呀 更加能够看出来 这个说话的人呢 就是这个燕军本人 这就是他本人 他在这第三段当中呢 其实也没有说什么新鲜的东西 他一共的这三段录音里面呢 他基本上就是在说 这三段录音里面呢 他基本上都是在说 这个枪就是周立波偷走的 然后这个毒呢 就是胡杰的女儿的 虽然他说百分之六十的可能性 是他女儿的 但是呢 他基本上就是肯定是 胡杰的女儿的 而且第三段 他还提出来一个说 胡杰不着急 第二天没有保释他出来 就是想让大家看一看 周立波在里面已经待了两天了 然后他的精神状态是这个样子的 就本身就证明 这个周立波不是吸毒的 他这个呢 其实这是他的那个一个理解 或者是现在是一个 破误或者指责这个胡杰 我相信这个胡杰当时没有想到这个 他没有想到这个 这个开庭啊 这个保释hearing 是法庭安排的 或者是警察局安排的 不是胡杰所能左右的 至于说这个周立波呢 他那个西米西毒 从他这个身体状况来看 从他在里面待了 待了两天的时间 出来以后 那个精神状态来看 周立波真的不像是吸毒的 我本人呢 倒不是很了解这个吸毒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但是呢 间接的了解 觉得吸毒好像应该不是这样的 燕军也说了 对吧 他说是他每隔四五十分钟就必须得消失一次 那要是那样的话 他根本就不可能在里面待了那么长时间 然后又是那么一个精神状态 但是呢 从周立波 他现在都这样了 还不去验血验尿 从这点上来看呢 他是吸毒的 他吸毒的 我们也不了解 是不是说吸少量的 或者吸那个毒害性不是很大的毒品的话 验血验尿能念出来 但是呢 不影响这个身体的强壮啊 会不会是这样呢 我就不是很清楚了 好 关于这个这三段视频呢 我给大家放出来呢 这个加起来时间也很长了 我就不再跟大家啰嗦了 在之后呢 稍后呢 我会做一个视频 把这个 这三段录音和某某接受采访的那个 做一下对比 来看一看 从他的口音呢 方面 是不是还是一致的 现在初步来说呢 90%能够肯定 这个呢 就是某某本人 从周立波的那个反应来看呢 这应该就是某某本人 所以周立波 才再批战袍 同时我还想说的是呢 周立波一定是看了这三段录音 那他看了这三段录音以后 他重批战袍 但是他只字没提这三段录音 没有提他的内容 对吧 这说明什么问题啊 说明他这个三段录音的内容 还是戳中了周立波的命门 我认为是这样的 好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稍后 这三段录音的大小就 下车